美临投资时钟是基于经济增长和通胀 这两个宏观指标的高和低将经济周期分成四个阶段 分别是衰退期、复苏期、过热期和滞涨期 五个经济周期都有对应跑赢大市的资产类别 包括债券、股票、商品和现金 第一个阶段是衰退期 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停滞 过剩的生产力和商品价格下跌 令通胀走低、企业盈利走弱 而且实际收益下降 政府和央行为了刺激消费、降低利率 这个时候债券的表现最出色 其次是现金和股票 最后是商品 第二个阶段是复苏期 在这个阶段宽松的政策带来一定的作用 经济增长开始加速 通胀水平下降 这个阶段企业盈利大幅提升 经济向好的预期利好股市 这个时候股票的表现最突出 其次是债券和现金 最后是商品 第三个阶段是过热期 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 通胀逐渐升温 企业产能增长迈向顶峰 央行加息以调控过热的经济 加息的政策降低了债券的吸引力 这个时候大宗商品明显走牛 其次是股票和现金 最后是债券 第四个阶段是停滞期 在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开始下滑 通胀就继续上升 企业产能亦下滑 企业为了保持盈利 提高产品的价格 导致价格上涨 企业的盈利恶化 股票表现不佳 在这个时候 债券现金是最明智 其次是商品和债券 最后才是股票 上述经济周期里面表现最出色的资产 是通过观察过去的数据而得出来 理论上是不可以成为预测未来的标准 可以作为参考 但没有绝对性 有机会突然发生打乱经济周期的事件 例如疫情 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再重新评估